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你一个人没有做工 那么你不是很无聊 那么你找朋友喝茶聊天 那么难道今天找A 明天找B 他们也是会很无聊 所以还是要工作比较好 如果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允许的话 这个不在于说经济怎么样 而是说如果允许的话 能够做到70岁 这样是最理想 吴根华发现 有很多地方在请人 面试之后却只是空欢喜异常 面试的时候 他们的问话就是说 你主要是做些什么工作 他们一听到做木材的工作 做地板的工作 他们就兴趣就可能减半了 你对电脑熟不熟 我们只是懂得简单的电脑 好像Word和Excel 这些简单的我们懂了 那么其他人没有这么熟 那么过后他们就没有再多讲 就是说好的 我就再来信通知你了 再来第二次面试 第二次面试什么 结果很多时候就没有 就造成我们失去了信心 我发觉到很多老板级的人物 他们觉得在一定的年龄层 就有一定的挑战 那么就是好像说 没有那么的有那么忠敬 那么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 尤其在科技方面 所以就很多这种顾虑 而且他们就觉得说 公司可能一般上 他们的员工都比较年轻 那么假设说 请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同事 在当中 城市主管本身 他比那个员工年轻 所以变成说就有一定的挑战 招聘公司总裁严建议 过去三十年 曾为许多乐龄人士配对工作 他坦言 一些雇主对年长人士有成见 忽略了他们的价值 不过 以他自己管理的团队来说 年长员工有责任感 能为公司增值不少 我们有几位比较自身的员工 稳定我们的团队 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建议 好像越年轻人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成熟 可能在一些决策上 或者说一些形式为人方面 那么年长的同事 就给他们一些的劝诫 一些的辅导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配合 无根化年轻时 曾经担任管理职位 后来到中国开场 具有生意头脑和营销的软技能 现在想重回职场 等了两年 却没有成功找到工作 如果他们可能自己摸索 没有头绪的话 有一些专门人员能够给予辅导 看看他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是什么 看看他们自己本身的意愿跟愿景是什么 然后这样子可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导 让他们去进行一些培训 有的是短期的培训 有的是在入职后公司给予的培训 这样子可能比较制定性的 能够让这个员工 找到他心里面想做的一个工作 两个月前 无根化到了乐活乐学中心求助 这家社会服务机构主要帮助乐龄人士 克服从工作过渡到退休生活的种种挑战 也为乐龄人士配对适当的工作 我是通过朋友还有一些广告 也了解到这个热活中心这边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 所以我就报名了 他们这里是要一个反思五十 就是过了五十岁的人才能够来上 专门就是叫那些算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来 学习新的知识新的一些课程 然后让我们能够跟市场能够接溃了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它里面还有教我们如何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面试的一些技巧 还有一些怎样写履历 这些都有很大的帮助了 乐活乐学中心的职业辅导员 了解无根化的情况后 也建议他做出调整 提高重新受雇的机会 首先不要一直坚持 一定要有木材行业 所以我才要有工作我才做没有木材的工作 我就不做 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那么第二方面你本身也要进修了 因为现在时代真的改变得很快 比如说电脑什么都在进修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目前在CFS那边去上课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迅速迈向一个超老龄社会 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65岁 到了2030年 每四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 因此雇主和雇员都需要改变思维和态度 要不然很多工作岗位以后将找不到人填补 如果我们不加鼓励雇主或者员工 继续在到了65岁之后继续从事或者就业的话 新加坡的劳动队友将会萎缩 那雇主将会有问题 如何找到他们的雇员 继续地为他们的公司进行他们所要做的业务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要 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年长员工 继续有适当的技能能够为公司做出贡献 企业在经济转型方面也必须引用更多的科技 能够让我们的年长员工在工作的时候 能够事半功倍 靠的是经验而不是靠的是体力 他过了退休年龄 还继续在银行前台服务 他为什么不退休